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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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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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哥 你跟我说实话 你还知道什么 要是有什么异常 随时告诉我 是哪方面 所有方面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对不起 你不能进去 我找峰还有话要说 准队正在谋 杨恒把家里的写作是我找到的 李茵是我们救的 杨恒也是我帮忙找到的 不是 就这么对我吧 对不起 高峰 我只是执行命令 那你让冯队出来询问我行吗 你非得为难我吗 说实话 我真的不想亲自动手 拘留一个穿过警服的前辈 但是你不要逼我这么做的话 我可以打破这个戒律 那我在这儿等行了 别理的 说吧 我说了 我现在不舒服 我不想说话 是因为眼睛受伤 别担心 医生做了所有的检查 没有发现问题 你只是面部遭受到了一次重击 或者两次 拜托 我差一点就死了 别担心 你现在的指标 比正常人都正常 李晏 你在九六年和今年 两次向警方隐瞒 重大案件中的重要环节 涉嫌欺骗警方 影响警方办案的方向 性质有多严重 你知道吗 你们又没问过我杨恒是谁的私生子 我犯了什么罪啊 罗红英的尸骨被发现后 我们以四零万复杂小组的身份 询问你应该主动将这一重要的细节告诉我们 因为许达很可能是杀害罗红英的真凶 你这样的行为算是对警方隐匿重要线索 我们可以拘捕你 你知道吗 你们不是抓住许达了吗 你们可以去问他呀 我现在问的是你 问吧 趁老娘我现在还有一口气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杨恒是许达和罗红英的私生子 是徐广义告诉我的 九五年十二月份吧 具体是哪一天我也记不清了 徐广义怎么跟你说的 那时候徐广义和罗红英好上了 有一天他们俩在宾馆 我抓了个现行 我打了罗红英 晚上回家徐广义跟我说 他跟罗红英在一起 是为了帮许达的忙 接着说 徐广义说八七年的时候 许达强奸过罗红英 他给了他两千块钱 堵上了罗红英的嘴 然后他就去上海 投奔他表哥许军去了 九五年的时候 许军回龙湾来投资 许达也跟着回来了 罗红英就找到许达 说儿子杨恒是许达的儿子 他还拉着许达去做什么DNA亲子鉴定 许达是不想认这个野种的 他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了 他就一次性给了罗红英一百万 作为封口费 可罗红英这个骚货他可不甘心哪 他后来又去找过许达几次 许达为了摆脱罗红英的纠缠 就暗示许广义 把罗红英给拿下当情妇 就这样许广义和罗红英就搞不上了 这许广义是为了性 罗红英是为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可能是为了报复许达吧 许达给了你什么好处吗 许达没有 许广义把拆迁分的房子呀 写的我的名字 他还把拆迁款全都给我了 然后你就对许广义和罗红英的关系 就睁着眼闭着眼了 罗红英的尸骨 在北深山的没发现后 你应该推断出谁是真凶了吧 为此你去找过许达对吧 没有 那你占上的钱怎么来的 全都是放高利贷来的 你主动交代出来和我们查出来 可是完全不同性质的问题 去找过 什么时候 就是在看见杨恒帖子的那天 我去找过许达 我问许达当年发生了什么 罗红英是不是他杀的 许达说什么 许达又不是傻子 他当然说不是他杀的了 不过许达他给了我两千万 作为我不把杨恒身世 告诉你们的封口费 确认是两千万吗 他当时呀只愿意给五百万 我们最后谈了两三个小时吧 他最后才答应给我两千万 怎么 两千万还少吗 我告诉你们 我李燕虽然爱财 但是我不谈 然后呢 然后我就被杨恒给绑了呀 差点死在罗红英的藏身之地 你们还想听什么然后 许达就这么相信你会信守诺言吗 我李燕为人的口碑就是嘴紧 要不然我当年就跟罗红英 一起躺在北山的山洞里了 怎么样 我这样的回答你们还满意吗 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能见他 他女儿都不行 明白 明白 李燕他说什么了 冯凯 高峰 你别嚷嚷了 李燕只知道 杨恒是许达和罗红英的私生子 罗红英的尸体被发现之后 许达拿钱封住了李燕的嘴 所以说害死罗红英的人 很可能就是许达 但405一案的真相 恐怕只能等许达醒过来之后 才能真相大白 因为你的出手相助 使得事态还没有发展到 不可收拾的地步 你先回去休息吧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是要更安全的 是要更安全的 我现在这样的状态 搞得更安全的 牙深的情感 也不太会 你再买 resposta 嗯 喂 小赵 周囹啊 机场那个监控视频 那儿已经发给你们了 好 谢谢 冯队 机场拍搜索的小赵 说已经把监控视频 发给我们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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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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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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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天 明明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明天 明明天 明天算今年 hmm Organization 品�elyn Um Janeiro 性 egent leye% Ein 実 aman Ин Sung estim rad エ 雅鏡 Guard エ le rue 心 приз 明 エmatic エ 椅 furnace エ エ 雅雅 エ エ 雅 宇 Jan Met エ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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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 エ E 雅 エ int Punkte エ 雅 エ 雅 エ format エ 雅 エ 庭 エ �エ 雅 エ hi エ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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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エ・エ 雅 エ 雅 エ 雅 � エ 雅 エ エ 空 エ � 奶奶 罗红英 是我叔杀的对吧 我叔刚从刑警大队回来 我跟他见过一面 我有证据证明 是他杀的罗红英 奶奶您放心 这所有的事情 我不会让我爸知道 我不可能让他牵扯进来 我现在只想知道 我叔为什么要杀罗红英 杨恒 是你叔和罗红英的私生子 你不相信我说的 奶奶的意思是 杨恒为了报仇 才向我叔下手的 一定要打她 你要不要打她 我认识更考虑 他说是你 什么 要求他 和你 找你 他说我 因为有些秘密 我叔利用了罗红英杀了徐广义 最后又杀了罗红英灭口 我说过 就是为了杨恒 为了一个私生子 我叔他不像那样的人 童童啊 你想跟我说什么 我想说 如果有其他原因 我可能要调整 去英国投资的方向 方向 童童 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呀 奶奶 您突然任命我为集团的总经理 又让我以十亿的价钱 贱卖了龙心家童 您让我做的这一切 难道仅仅是为了利用 要去英国投资 送我叔出国吗 杀人还不是大事吗 杀人当然是大事 但这么不计成本 不像是奶奶的作风 童童 我说过 没有你叔 就没有我们许家的金铁 为了救他 再大的代价 我都愿意 杨恒他没有杀我叔 而是另有其人 我当时就在现场 看得清清楚楚 那个人是您派去的吧 我还是要去调整 妈妈 你就是让得来 你这得起来 你这项吗 老实有名 什么 阿严 你 record 老实有什么 有什么 赶索 所有的一切都别让我爸知道 你放心 谢谢奶奶 请好 喂 城河办出所 是我 我是许村的赵月娥 我老公许家福就在海东 许家福 他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他带出去的四十万 在福建被人偷了 他都不想活了 你们快点派人去吧 能说具体点吗 小金 你说这死的到底是不是许家福 你都问两遍了 烦不烦啊 我还不是想早点把这 这案子结了 为了这许家福 我都六个多月 没好好睡过一个按摩觉 最北到内蒙 最南到云南 恨不得大半个中国我都跑遍了 那倒好 免费旅游了一大圈 我这想去还去不了呢 你庆幸吧 那次从北京坐火车到浙江金华 我在车上足足站了十二个小时 两只脚肿的 差点把鞋都给撑破了 还免费旅游 你们在咱们中国地图上 东跑西店大半年 没想到许家福就躲在离咱们 龙万八十公里的海东吧 这赵月娥说 许家福在重庆 福建 浙江都躲藏过 后来是因为没钱混不下去了 才逃回海东躲藏呢 赵月娥 这是刚才附近居民询问的笔录 和现场勘察结果 那我休息了啊 好的 情况怎么样 起火的时间是三点四十二分 因为大家伙睡得最死的时候 当楼上住户发现的时候 火事已经很猛了 消防队赶到是三点五十五分 估计里边人找死了 这房子是个出毒屋 一时一听 人死在卧室 我们发现的时候 尸体已经碳化了 最关键的事 现场已经被破坏了 对 我们赶到的时候 这现场就像个渔市 进庆出全人 消防 海东的公安 他们也不知道里边 到底有多少人 还有多少人活着 这进进出出的 现场一塌一塌 我已经习惯了 在火灾现场 对法医的证据 迫害率最强的 不是火焰的本身 我刚刚跟廖局通过电话 他听说你来还很有故意 毕竟你和许家福的关系 不一般 反正确 你应该回避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 你不是已经来了吗 正因为你跟许家福 亲户兄弟 才能比别的法医 更能准确地判断 这一局碳化的尸体 是不是许家福本人 你办事交给我们吧 你忙着做 没有我的同意 任何人不得进入现场 知道吗 是 咱俩 这结果越早出越好 廖局还等着我的回复呢 这是你该说的话吗 411一案 搅到咱们局 这大半年上上下下 鸡飞狗跳的 一劫万岁吧 行 那我就撤了 好 今天够惠惑了 据我们调查 你跟许家福婚后 感情一直挺好的 去年许家福 携款外逃的时候 你可不像现在这样 配合我们调查 到底是什么 让你转变了态度 那四十万元 是我们村里的集资款 很多家庭为了让村办企业 重新运转起来 连家底都掏空了 可是我家那 杀千刀的 携款逃跑这半年 村里许多人过得特别惨 我们村徐大根 今年春天就上吊自杀了 他老婆也患了癌症 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虽然我和我儿子 这半年来也受尽了苦头 我家许君在学校 被人骂得抬不起头来 我们家经常深更半夜 有人往我们家扔砖头 我们家的玻璃 没有一块是完整的 再这样下去 我怕我和我儿子 有生命危险 许家福说 那四十万是在福建被偷了 那他电话里 是怎么跟你说这件事的 他就说了这一句话 我刚要问 他就说他不想活了 还说对不起我和儿子 也对不起乡亲们 他然后 把海东的地址给了我 说让我给他收尸 我刚想问 他就把电话又挂了 我怎么听都觉得 你这是大义灭亲呢 还是真怕许家福 想不开自杀 想通过我们救下他的性命 我没关系 那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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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呢 那你说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